现在我跟弟弟又来海边了 可以看到那边的海水已经退潮了 那边露出了很多的地方 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赶海 我想我是不是能到那边去捡一些螃蟹 或者是什么 那边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了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真的有很多人来这里来捡东西 能捡到什么呀在这里 有螃蟹 我刚才发现真的有一个螃蟹 就在这里 看看看看 看它跑了跑了跑了 就是它就是它 好小啊但是 但是也是一个螃蟹 看跑到了这里 就这个 太小了 看看看 又跑了又跑了 就是一直爪了但是 这里这里 这里 看看看看 这里看 看就它 太小了吧 有点害怕 我不敢抓它弟弟 好 好了 看 这是我赶海抓到的第一个螃蟹 看这点 怎么样 我们需要拿个袋子试试 我又找到了一个螃蟹 看在这里 看还是这么小 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这里 Finance 呦呦呦呦呦呦 这什么螃蟹呢 第二只螃蟹 但也好小啊 这里面有一只寂菊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但是它太小了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寂菊蟹 两个螃蟹 这是别人捡的 哇 里面有好所有的螃蟹 还有寂菊蟹 还有一条鱼 这是一条鱼 我是一条鱼 我也捡到了一块这样的石头 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又找到一个寂菊蟹 这个螃蟹应该很大 我和弟弟现在就找到了两个螃蟹 还有一点寄居蟹 还有一些小的螃蟹其实也有 但是呢因为太小了都没有捉 现在呢我想去前面问一下这种 应该是本地人吧 他们是怎么去改这里找的 他们现在在很远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岸边 但是他们走得很远 我想去请教一下他们是怎么改海的 我现在去问一下 你好 没事我们夹得比较紧 您在这边就是能有大的吗 您经常在这边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捡贝壳呀 那为什么不在岸边捡了 岸边没有啊 这里才有大的吗 我现在离海岸呢 有将近50米的距离 刚才我问了一下那个阿姨 阿姨说只有在离岸边这么远的地方 这么远的地方才能捡到那种特别大的贝格 还有特别大的螃蟹 还有就是退潮 潮能退到三点到四点 我站在这个位置呢 也会全部露出那种礁石 我现在呢也沿着这条线 来走一走 看看我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我的天哪 没发现活螃蟹 发现一个死的螃蟹 看 发现了一个死的螃蟹 是那个蓝色的呀 这种 要是能有一个活的就好了 这是一条搁浅的死鱼 我刚开始在岸边看的都是特别小的 没想到搁浅的鱼还有一条这么大的 天哪 这什么鱼啊 这是一条什么鱼 这是一条什么鱼 怎么这么恐怖 怎么这么大 我感觉它要爆炸了 我感觉它要爆炸了呀 这里有个箱子 上面长满了海草 还有一些贝壳 我现在已经回到岸边了 那个阿姨果然没骗我呀 在那个水位的附近 果然是有一些死虾 死螃蟹跟死鱼的 但是呢都是死的 我没有碰到过活的 现在呢我要去跟我的弟弟会合了 他一直在岸边 因为那里的水流生 我没有让他去 弟弟你又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你去军事 还有什么呀 没有 那我看看你带着 把带着张开 螃蟹还是那两只螃蟹啊 送给他们一起 我们放了吧 我们北的放了吧好吗 我的螃蟹在哪 你的螃蟹呢 你也搞死了 我帮你不见了 现在我跟弟弟 已经全部回到岸边了 很真实 第一次 第一次赶海吧算是 确实是什么都没有捡到 但是呢 确实是有很多大的尸体 还有这里也有很多死的鱼 把这放了吧弟弟 太小了 不要 不要 你怎样煮的呀 一会就可以吃了 开不开心 你是魔鬼吧弟弟 螃蟹已炸至新红 可开吃 吃吧弟弟 这好吃 把这螃蟹扔了吧 你真是个魔鬼啊弟弟 快去扔了吧 好嘞 快去吧 哎呀 上海边捡完螃蟹回来 我发现我跟弟弟的胳膊都晒红了 这边是白的 这边是红的 现在一碰好疼啊 刚才去游玩泳 一碰好疼 一碰好疼 哎呀 现在我跟弟弟出来吃一点韭菜饼 感觉这个地方 感觉这个小吃挺特别的吧 就是一个这样形容 我们围在这里坐一圈 然后一块钱三个小韭菜饼 尝尝这个韭菜饼 感觉跟那个韭菜合着 还有韭菜先搅着的味道差不多 好吃吗弟弟 还可以哈 这是海南当地的 广场舞台对门 我的天好壮观 好壮观哦 好壮观哦 后面还有个推婴儿车的 我的天 好整齐的方队啊 让我想起了小学时候的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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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